从最原始的样貌雕琢 千万为石头再造新生命 石头经过翻滚 翠裂 撞击 直到现在成为我们看到的样貌 在石雕创作上 黄泉全花费许多心力 以不破坏石头原貌为原则 精心的雕刻属于每个石头的样子 成就于渐渐人见人爱的猫头银石雕 每一颗石头都像一个人 它有它的个性 那我为了它迁就我的造型 就把它毁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我思考了很久 后来才发现说 我应该要如何保有石头最大的原貌 保留在我们最初相遇的那个心 那它给我的感动就是它的造型 它的形体以外 还有它表皮的皮层 那每一颗石头的成分都不一样 那质感也不一样 那我应该要忠于它的样子 我的每一个刀法 每一个魔都是在破坏 那如果说我以最少的破坏 成就它最大的完美 那这个作品那就是 它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只是一个借由我的手把它呈现出来 每一刀每一个设计的点 都是在破坏石头的面貌 黄云群在创作中领悟到 若能留住素材最原始的样貌 亲手下去做雕刻 用心与石头相呼应 尊重每个石头拥有的性格 而在无生命的物体上 并负为它全新的样貌和无限的生气 史方新闻洋鱼带 郭一文 高雄测风报导 好